说到共和制度 我们往往会想到欧洲 尤其是古希腊 雅典还有 共和国 其实共和制度 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历史上 是普遍存在的 首先要确定一下 什么是共和制度 共和制度 有比较宽泛的路口的话 我们可以说 比较元首或是首领 通过选举产生的 规定一般不是全民选举 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 而不是世纪的制度产生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政权 是一个共和制度 当然它可能不是一个 纷粹的共和制度 就是说它完全被除了 亿元的世纪制 并没有 它是一种 如果它是我们说 最高领导人是选去产生的 那么它也可以说是一种 共和制度 我们来说一下中国的上古史和中古史 它的起源 共和制度 我们一般认为中国 四千年的历史 基本上都是封建制度 基本上都是 没有像这个 希腊和古罗马 存在一个比较长的 努力制的时期 我们说是中国的主流政权 就是从下商之后 但是这个下朝 历史是不明的 我们可以追溯到商朝 应该也是一个分建制度 其实制度是世袭的 有各种贵族都是世袭的 但是在其中有不少的片段 是存在共和制度的 除了说这个汉族 或者汉族的前身 华夏族的政权 在中国这么大的一块版图 还存在很多少数民族 那么共和制度 也是存在的 这些少数民族 他们的文字 这个历史记录 发展很多 就被历史遗忘了 有一些是记载在 这个史书中 也太文人所注意而已 我们先说 中国的上古时期 中国上古时期 比较通称那种方法 那种说法 是武帝 皇帝和专区 帝库 那些传说成本比较大 要确定是从姚开始的 把雨也算上 我们一般说姚顺 我们说是善浪 其实姚顺与都是善浪 他这个善浪 历史记载是这样的 他不一定说 就是现代的国王 这个位置给退下来 但是他保持这个王位 然后接班人呢 他在现代的国王年纪比较老奈的时候 把王位呢 这个实际的 说这个设政权呢 执政权呢 交给自己的接班人 自己没有完全退休 是这种形式 就是如果在现在的王 去世了以后呢 他要守孝三年 守孝三年呢 继承人呢 来正式升上王位 而且这时候呢 我们看姚传顺 顺传语 这都不是父子相传 都不是父子相传 而且他们也都不是近亲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共和制度 但这种共和制度呢 他不是纯粹的 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是选取 选取通过各种选举 通过一定的程序产生 但他这个部落啊 他也有普遍的存在世袭制 我们说不是完全的 但我们因为他的最高领导人是共和制 我们可以说这时候是共和制 但这时候共和制呢 我们发现啊 正在向这个世袭制 也就是说呢 这些就是纯粹的封建制度啊 在过渡 为什么呢 实际上记载啊 这个姚传顺以后 姚传了以后 顺呢就礼节性的 要把这个位置 让给姚的儿子 担出 顺传语时候呢 这个语呢 在自己正式登上王位之前呢 也礼节性的 说要把这个王位啊 让给顺的儿子 传军 然后鱼死了以后呢 鱼也有接班人呢 鱼也接班人也不是他的儿子 他指定的接班人是义 博弈 博弈呢也礼节性的 把他帮给你的儿子起 结果起呢 这时候呢就 其实历史记载是把博弈给杀掉了 他说这时候呢 共和制度啊 再向这个 上浪制度啊 再向 这几次 不止相传的最高领导人 元首啊 再转变 这是一种共和制度 我们上古时期 起源是共和制度 最后呢就比较少了 说这个 下上周这几个政权啊 中国的中古历史呢 我们可以说是从 有确切纪年的 国民暴动 公元前八四一年开始 那么 也可以说呢 中国中古历史 也是由共和制度开始的 首先这 共和两个字 其实 原始读的叫共和 就是从这 这时候才有这个词啊 共和是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共和 是一个伯爵国家 后代的一个诸侯国 国民暴动 国民暴动 中立王呢 推翻了以后呢 诸侯呢 就推举这个公伯和制度 他并没有登上王位 他是代行王位 代国王 对吗 讲王 他那14年呢 一个 但是呢 他运行不太好 这共和这个人是很说的 历史记载 他是有智德 他这个人很豁达 他要推选他当天子呢 他也不得意 但是他运行不好 他执政的14年后 后面连续几年是 非常严重的旱灾 后来 旱灾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房子自己都会自然 自然着火 古代的房子都是炒房的 木都做的 大家想想 那时候呢 当时人是很相信这个迷信的 所以觉得这个 是不是公和这个人 在这个位置上不齐力 然后就很相信占卜 对他这个牧师来占卜 普世 这时候丽王刚去世 普世就说这个丽王 丽王的鬼魂 他在作祟 为什么呢 说这个公和 这个王位 让给他的儿子 宣王寂静 大家想一想 这个丽王他 能死了 能作祟吗 我们现在人觉得 这个 当时人很迷信 也很相信这个占卜 那么就公和就很大的压力 这时候公和呢 他就急流勇退了 回家去了 回到自己的小国家 然后祭勤山水了 退休了 那这种公和时期呢 短短的14年了就过去了 那我再说一下这个春秋 春秋时期呢 他就没有不像这个 上国和中国的起源 有这种明显的公和 但他其实也是一种公和 他虽然 春秋时期周王 没什么太大权力的 跟普通诸侯国差不多 但我们知道这个春秋五八呀 尤其这个权力比较大的五八 他其实他权力 跟西周的国王差不多 他也可以 也可以互农诸侯王 而且其实他一定要比实力的话 他们有些人的实力 就超过了当年的周王 所以说这个人口的增长 经济的发展 对吧 他们那些霸主不是世袭的 不是西桓公对吧 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实力 但他举行会盟 朱厚公也要去啊 大家也推举当了霸主 他不是我想当霸主 也当霸主 当然他要打下胜仗 他也是一种共和制 对吗 春秋也是一种共和制 持续时间就长了 两百多年了 你发现这个 什么 实行共和制的时候 实行这个 世袭制的时候 好像都要好一点 春秋时期 发展也很非常快 是迅速上升的时期 也不那么动荡 对不对 除了这个公和以外 他公和是个大好人 他运气真的不好 当了14年的这个甲王 总是闹汉宅 都不错 这姚舜女是传说中的这个盛世 春秋比战国强吧 战国打来打去 史拉姆罗伦春秋也打仗 比较小 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 但共和人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世袭这也有他的优势 如果你善让总是好的 比如说我是去战国的一个例子 这个燕王快 也善让给他的大臣指质 后来怎么样 燕王一度被灭掉 被七国灭掉了 打乱了 这世界之后 他不是说一定不好 他弄到宿船子 子船宿船 可以保持这个政权的稳定性 这个加速政权 他有他们的宗宿 那我再说一下 不大纯粹的时候共和国 我们说这个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在这个美利坚和中国成立之前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国 它在欧洲最大的共和国 但立陶宛共和国 也是这个 比如说是存在了几百年了 对吗 几百年了 那么大 然后他渐渐的被这个普鲁士 俄罗斯 这些奥雄被他们蚕死 他慢慢变衰落 他有他的昏黄 他其实是王国 他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他都有国王 对吗 是两个国家 让他组成一个联盟 但是他这个国王不是世袭 那也可以说是共和国 我说这一点 我就反正了 谣顺也识弃 虽然那个国家元首叫国王 别说 还有这个春秋世家的 他实际上的元首 他叫霸主对吗 不叫这个总统 不叫什么的 罗马呀 叫执政官 其实他就是一种共和制度 其实只不过不是那么 纯粹的共和制度 有很大的士气成分在里面 我们再说 那我说一下 他不光是汉族 在其他少数民族中 是广泛存在的 尤其是在原始上 像这个封建社会 或者努力社会过渡的事情 我再说一下这个七单国 七单国原来是比较部落联盟 从阿宝七一开始就进入了这个 进入了国家状态 阿宝七 伊律阿宝七 他是唐末 唐末史的一个人物 阿拉松一共七单有八个部落 八个主要部落 部落联盟 他部落联盟的首领 基本上也是有这八个部落轮流 大家要开会产生 其实他也是一个共和国 对吗 共和嘛 就不说你是父传子 子传孙 但后来 这个耶路阿宝七 他这个部落特别强 他一直开会的时候 把其他七个部落首领 全部杀了 然后自己就登基了 成为一个当皇帝了 他认为七单国是中国 也说是中国 就不叫可汗 叫皇帝 所以说七单国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兵国全都是汉族政权 那也是个共和国 就是说在阿宝七成立之前 他是一个共和国 对吗 七单部落联盟 共和国联盟的也有共和国 文献记载的 我们讲中国在历史上 汉族人口不像现在比例这么大 其他少数民族 他有的是比较偏僻的 他们的文字 有的都没有自己的文字 就没有被记载下来 我们说像耶律阿宝七 之前的那个共和国形式 在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长好中 一定是普遍存在的 我说得不少 我看得不少 在历史上 在历史上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人的 一切都不少 并不少 你会论着 你会论着